根據研究顯示 除了多喝水之外 做什麼事情 有機會將體內中的 腎結石排出 A 天天劈腿拉筋 B 坐雲霄飛車 C 唱卡OK P 好 踢腳 漂亮 來 這裡一定要讓觀眾朋友 了解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來 研究員 其實突然腎結石的時候 醫生也會建議我們 可以用跳動 跳繩 或是倒立的方式 這樣讓它可以用自然的方式 排出體外 所以坐雲霄飛車 的確可能會像 剛剛大愷說的 可以把它甩出去 但是你可能要做非常多次 因為它的效果不是百分之百 研究員請揭曉 正確答案其實是紅茶 紅茶 因為呢 在紅茶裡面有丹凝酸 那丹凝酸可以分解三酸甘油脂 而且可以降低膽固醇跟血糖 但是呢 紅茶裡頭有茶鹼 茶鹼呢 會升高我們的血壓 因此呢 有高血壓的人 是不能夠喝紅茶的 在英文當中 形容一個人很冷靜的時候 會說他像什麼蔬菜 A 胡蘿蔔 B 馬鈴薯 C 小黃瓜 介紹 No 好厲害喔 還好 不要是敗敗自己題嗎 我真的是太對不起 我的母校了 妳把B的選項刪刪掉之後 A C 兩個來選 胡蘿蔔 小黃瓜 妳選擇小黃瓜 竟然被妳猜對 就覺得小黃瓜小啊 比較寒暈 就冷靜 其實這是 秋字英語 鯉語 As cool as cucumber 那這個酷呢 它除了有這個冷靜的意思 有清涼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 這小黃瓜摸起來也是 外皮也是冰冰涼涼的 而另外呢 酷 它的這個字首是C 跟Cucumber的字首也是C 兩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當與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他的眼神看向哪裡 代表他有可能在跟你說謊 A 眼睛看向左上方 B 眼睛看向右上方 C 眼睛看向地上 起 起下 來 來 請說明到底是看哪裡 研究員 好 正確答案就是 B 眼睛看向右上方 因為我們的這個大腦的左腦呢 它是掌管邏輯的部分 所以當你說謊的時候呢 你就是在你的左腦裡頭 正在編造一個故事 或是一個虛構的景象 當你的左腦背 不正常地活化的時候呢 就會促使你的眼睛 往右上方看 請問EMBA當中的M 所代表的單字是什麼 來 請揭曉 應該是Master嗎 我是Master 不是 是什麼呢 那是MBA耶 那那個A是什麼 Administration 完蛋了 正確答案是 Master 因為呢EMBA的全稱呢 是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以呢 這個M是Master 請問下面哪個地方 擁有世界上最快的警車 A 德國 B 義大利 C 杜拜 請 起床 漂亮 好 主角 好 謝謝你 不愧是我的學妹 你這個煩臉 好嗎 來 我們聽一下 我們的研究員的說明 請 其實呢 原先最快的警車 真的是在義大利 他們的藍寶尖尼的這個跑車 時速可以達到 三百七十公里 不過後來呢 杜拜的警車 居然是用Bugati的這個跑車 所以時速是可以飆到 四百零七公里 變成是現在世界上 最快的警車 請問感冒時 如果有彈卡在喉嚨裡 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A 直接吞下去 B 用力咳出來 C 吃一顆喉糖 請揭曉 學長 這時候叫學長可以嗎對不對 我魚有熔煙啊 你不要這麼說 還為什麼要吞下去 你一定覺得很意外 來 請說明研究員 因為呢 其實我們的胃裡頭的胃酸 有非常強效的 殺菌功能 所以其實彈可以直接吞下去 是沒有問題的 那吐出來呢 除了會傷喉嚨之外呢 其實這個裡頭的細菌 很容易藉由飛沫感染 所以呢 其實不要吐出來會比較好 那喉糖有糖分嘛 糖容易生糖 所以呢 如果吃喉糖 反而會讓你造成更多的糖喔 根據台灣營養發佈的 永和豆漿熱量表 哪一個早餐食物的熱量最高 A 燒餅 B 起司蛋餅 C 紫米飯糰 紫米飯糰答對的話 就不得了啦 請揭曉 煩曉 煩曉 為什麼紫米飯糰不可能啊 來 請說明研究員 因為紫米飯糰的很大部分 都是糯米 那至少呢 它一個紫米飯糰 就是一碗飯的熱量了 你知道嗎 紫米飯糰一顆就有 四百二十二大卡喔 這裡頭又常常包了油條 油條也是高熱量的 那第二呢 就是起司蛋餅啦 它也有三百四十四大卡 請揭曉 好 誰的年齡最大 郭忠祐最大 誰的年齡最大的 來 請 研究員告訴我們 來 年齡最大的就是Elsa 她在設定年齡是二十一歲 那順美人跟花木蘭都是十六歲 不過這就是當初的人物設定囉 青丑公主出價前 會如何測試駕馬爺的性格呢 A 由眉人引見 B 先同居一星期 C 請宮女先試婚 B 揭曉 恭喜答對 宮女先試婚 音樂器不錯耶 很厲害 還是有點根據的啊 請宮女先試婚怎麼回事 請說明 沒錯正確答案呢 就是請宮女先試婚 而且這種宮女有一種 非常特別的稱呼叫做 試婚格格 通常呢 會在這個宮主正式出嫁之前呢 先派這個宮女去跟 驅馬爺睡一個晚上 回來之後呢 要再來跟育前報告說 這個驅馬的性格如何啊 包括有沒有什麼生理缺陷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公主就可以正式下嫁 那這個試婚格格呢 就看 驅馬爺跟公主喜不喜歡他 或許可以把他留下來當小妾 不然就是把他留下來當侍女 現代熱門用於小確信 常被用來比喻小而幸福的事情 請問這個詞最早出於哪裡呢 A 電視偶像劇 B 愛情電影 C 散文小說 請揭曉 高三個跳 第二 太棒了 來 出自什麼散文小說呢 來 請說明 春香春樹 大家剛剛都非常的有概念 的確是出自於村上春樹 他的散文集 尋找漩渦貓的方法當中呢 有小確信這個詞 代表就是微小確定的性 我們常用鴛鴦來形容相愛的人 請問這個詞最早是用來形容 哪種情誼呢 A 夫妻 B 好友 C 兄弟 請介紹 好強喔 好厲害喔 牠是一種鳥 為什麼講的是兄弟情誼呢 請說明 每次都講的是兄弟 但是跟我們剛剛所說的 什麼水原羊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出自於 南朝文選當中的一首 蘇子青詩四首 這裡頭有兩句話 說到的是四海皆兄弟 誰為行路人 與子同一身 其為冤和鴦 那這裡頭的冤和鴦 說的就是兄弟之情咯 請問當公麻雀發現 老婆外遇會出現 什麼樣的報復行為呢 A 減少小孩的食物 B 離家出走 C 減垃圾回家 請介紹 可惜了 可惜了 那會是三嗎 減少 來來 是減少小孩的食物是不是 來 請說明 正確的解答就是 A 減少小孩的食物 為什麼呢 其實不難理解 因為他可能會懷疑說 這個小麻雀根本不是我的小孩 我為什麼還要餵他吃東西呢 他可能是小王生的啊 所以呢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行為出來 但是呢 其實公麻雀跟母麻雀 都可能會外遇喔 外遇的原因不一樣 公麻雀可能會覺得說 我可能讓更多的母麻雀 幫我繁衍後代 那母麻雀則會想說 我要找一個更強壯的公麻雀 能夠繁衍更厲害的後代 題目是 手指長度常被作為 許多行為的指標 請問根據研究 有哪種手指特徵的人 比較風流 啊 A 食指比無名指長 B 無名指比食指長 C 兩個一樣長 來 請公布 答案提什麼就對了 答案對 看比較誇張 這個是牛津大學的 一個研究發現 其實我們人類手指的長短 跟你小時候在子宮裡頭 接觸到的性激素 是有關係的 那麼無名指比較長的人呢 代表你小時候在子宮裡頭 接觸到的高酮素 是比較高 濃度是比較多 所以因此呢 這樣的人長大之後 會比較花心喔 皮膚質 狗狗不能吃巧克力 也不能夠吃什麼水果呢 A 蘋果 B 葡萄 C 橘子 是否答對 這個 為什麼會是葡萄呢 來 請說明 因為葡萄跟葡萄乾呢 裡頭是含有狗狗 沒有辦法代謝的油脂 還有多分類 以及高含量的甲 倘若狗狗吃了的話 會影響狗狗的腎臟功能 甚至會影響 牠們的神經傳導 那麼青子兒可能會嘔吐 拉肚子 嚴重的話 還可能會造成狗狗 腎衰竭的狀況喔 請問在受傷之後 做什麼事會使得 疤痕的顏色變深呢 A 喝咖啡 B 過度包紮 C 曬太陽 請 過度包紮 好厲害喔 果然是曬太陽 應該是曬太陽 我想 來 請說明 正式解答呢 就是C 曬太陽 因為營養師表示喔 其實根據生理學的角度呢 這個疤痕傷口的色素沉澱 跟傷口的深度 還有患者的個人體質 是比較有關係的 所以跟飲食通常 沒有太大的關聯 這是一個迷思 但是呢 通常我們有這個新生的 這個皮膚啊 如果曬到太陽的話 其實它是比較焦嫩的 如果沒有做好 確實的防曬工作 的確會比較容易 造成黑色素沉澱 就會流發囉 台灣人喜歡吃火鍋 而且吃火鍋的時候 最喜歡配沙茶醬 根據統計發現 台灣人最愛配的新香料 是什麼呢 A 蔥花 B 蒜泥 C 辣椒 請揭曉 這是根據實力的統計 其實台灣人喜歡加的 新香料 前三名 A 就是蔥花 蒜泥跟辣椒 不過呢 蔥花是以 58.2的百分點勝出 是台灣人最喜歡吃的新香料 牛奶對人體有很多好處 但是研究顯示 喝哪一種牛奶 容易患得帕金森試症 A 熱牛奶 B 微波霍的牛奶 C 低脂牛奶 謝謝小鵝 高級漂亮 謝謝小鵝 低脂牛奶 真不錯 真不錯 很厲害 說明一下為什麼低脂牛奶 不要碰呢 因為哈佛大學的博士認為 可能那個解釋是 牛奶蛋白會降低血液裡的 鳥酸鹽水瓶 而全脂牛奶中的飽和脂肪 有助於保持體內 尿液濃度的平衡 所以低脂牛奶呢 它容易會導致 患得帕金森試症的風險 而乳製品中的農藥等人工添加劑 也可能會導致 這樣的一個結果 英美調查發現 哪個季節比較多人犯罪 A 夏天 B 秋天 B 冬 天 請介紹 來喔 太誰 夏天 差一點就對了 差一點就過去了 答對兩敵 可惜了 為什麼是夏天 請說明 這個是英國比 對了過去八年的數據發現啊 這個只要氣溫上升超過 二十度的話 那麼的犯罪率 就會比一般比較低溫的時候 大概高了 十四Percent左右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夏天呢 因為天氣很熱 你的心情就會比較煩躁 所以犯罪率就會因此提升了 我們常聽到的 防彈咖啡 通常是咖啡 加入了什麼東西一起飲用 A 椰子油 B 機能飲料 C 高蛋白 來 答題是否正確 終於答對 高油答對 來 請說明一下 為什麼是椰子油 防彈咖啡呢 就是在咖啡裡頭 加入椰子油 還有無鹽的炒四奶油 那就是用咖啡呢 透過它是加入高油脂的 這樣的一個原理 那它是用這個奶油 還有椰子油 來取代這個糖分 所以呢 就是用高油脂 來取代它的這個糖量 好 蕃茄要如何食用 最能夠補充茄紅素呢 A 生吃 B 炒過後吃 C 打成果汁 請進去 C 漂亮 為什麼一定要炒過後吃 請我們的研究員 再說明一下 主要是因為蕃茄裡頭的 茄紅素有非常強大的抗氧化性 那它可以幫忙抗癌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會炒 或是因為加熱之後 它會破壞蕃茄的這個細胞壁 那就可以釋放出更多的茄紅素 而另外呢 其實它要加油炒 就是因為它是脂溶性的關係 所以可以增加它的吸收量 高達兩到三倍喔 來 題目是 來 請揭曉 為什麼是豆腐而不是山藥呢 來 請說明 好 蘇婷姐 真的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她要有點講完了 那其實呢 豆腐呢 除了有大豆液黃銅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剛剛沒有說到啦 它就是有這個大豆纖維 那大豆纖維 可以幫助我們的腸胃蠕動 促進消化 所以可以幫忙排除便祕的狀況 而另外呢 它也可以讓妳的血糖的上升延緩 所以呢 是比較容易有飽足感的 在台灣會用五百萬 來形容很大法的雨傘 請問這個詞 是從什麼地方發明出來的 A 電視廣告 B 電影台詞 C 綜藝節目玩笑話 答對了沒有 請接受 哪一個廣告來 請說明 這個是七零年代星光人獸的廣告 那當時呢 請到的男女主角是八哥跟周美儀 他們在狂風暴雨之中呢 本來拿了一把小傘都擋不了雨 後來是改成一把大傘 在上面呢 貼著五百萬 所以後來五百萬就變成是 大傘的代名成龍 通常來說 夏戀哪一種 茶的咖啡因含量會最高 A 紅茶 B 烏龍茶 C 綠茶 請接掌 恭喜 好厲害 其實呢 茶的發酵時間越長的話 咖啡因的含量就越多 那這個紅茶是全發酵茶 烏龍茶是半發酵茶 綠茶是未發酵茶 所以紅茶它的咖啡因含量 是最多的 甚至呢 綠茶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那烏龍茶是它的一半 那另外也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茶葉如果浸泡越久的話 咖啡因的含量也會越多喔 我們常用推敲來比喻人做事 經過反覆思考 請問這個詞最早和什麼有關 A 詩人思考用詞 B 園外挑選女婿 C 擬定作戰計畫 請接掌 可惜了 來 說明一下是什麼樣的答案 來 請解釋 崇崇哥實在是太厲害了 答案就是A 是詩人在做詩詞的時候的 思考用詞 那這首詩出自何處 是唐朝詩人甲導 它有首詩叫做 當初到底要用增翹還是增推 它想了非常久 那後來呢 它遇到了韓裕 韓裕就建議它用翹比較好 所以後來呢 甲導還因此稱韓裕為一字詩 每年年底會吃尾牙 請問傳統尾牙 主要是在祭拜什麼神明的日子 A 玉皇大帝 B 馬祖 C 土地公 那這個很多商家 每個月呢 會有兩次祭拜土地公的時間 是初二跟十六 那這個日子他們會說 這個叫做牙 那到了這個年底 十二月十六 就是一年當中的最後一次了 所以就叫做尾牙 會在這一天還是會拜土地公喔 西方劇場文化中想要祝福 即將上台的表演者演出成功 會說什麼話 A 祝你摔斷腿 B 祝你忘詞 C 祝你發瘋 請解釋 沒有對的啦 有 這我有把握的時間 夠了 對 摔斷腿吧 為什麼是祝福的話呢 來 請解釋 因為在西方劇場文化就說 他們擔心呢 常常旁邊我們都會有邪靈 在偷聽我們說話 所以呢 如果你要祝福別人上台之前呢 如果你祝他Good luck 還可能會讓他 招致不吉利的事情 反而你故意講一些難聽話不好的 那還可能會因此 反而會有好事發生 傳統戲曲衝 會用什麼形容詞來說 演員基本功扎實 A 台風 B 討鞘 C 戲樓子 洪哥剛剛說 不是台風 那答案就是台風 因為呢 這個其實台風指的是一個演員 他上這個舞台上面 他表現出來的一種精神氣度 所以呢 只要他台風越好 代表他基本功越扎實 代表他的這個藝術的修養跟品味 是越好的 那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個 其實是說這個演員 他什麼戲目都可以演 各種不同的狀態跟方式 他都能夠演 那還有討鞘是說 你這個角色 他可能並不是這麼吃衝 但是呢 他就是可以讓大家覺得很亮眼 也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所以就會吸引大家的注意 在韓國如果要跟別人道歉 可以送對方什麼東西 A 一顆芒果 B 一顆蘋果 C 一顆梅子 其實這次跟真三種水果 他們的韓文發音有關係 那蘋果的韓文發音呢 聽起來呢 其實就像是道歉 請求原諒的意思 芒果呢 聽起來是像是破產的意思 那梅子呢 聽起來是奸詐狡猾 所以呢 這答案就是蘋果 請問哪位女星跟顏麗婷一樣 是參加美女選拔冠軍而出道的 A 林依晨 B 張韶涵 C 蔡依林 大家提是否正確提介紹 答案 我是目前最厲害的人嗎 好 林依晨呢 其實是當初為了要幫弟弟買電腦 為了十萬選的獎金呢 去參加了捷運超美女選拔賽 得到了第一名 那張韶涵跟蔡依林 分別都會參加歌唱比賽 不是 為什麼女裝的扣子都在左邊 A 歐洲習俗男 右 女 左 B 女生右腦比較發達 C 方便用人幫忙扣 請跌腳 然後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來 研究員請說明 因為在實際世紀 這個扣子發明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就是有錢人 才能夠穿有扣子 的衣服 所以這個大部分的庸人又都是 其實世界上所有人 大部分有九成都是這個幼撇子 所以要讓庸人幫你扣扣子 才會把扣子設計在左邊 眼線是現在妝容中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但其實最早在哪個時期 就有人開始畫眼線了 A 古希臘 B 古印度 C 古埃及 漂亮喔 第二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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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人呢 會用黑色的銅氧化物 再加上杏仁 稍後碾碎 再加入一些其他的東西 混合在一起做成 可以畫眼線的東西 那其實他們除了是要 去模仿這個太陽神的形象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對他們來說更實用的原因是 畫了眼線就可以 比較容易阻隔細菌 比較不容易會發生眼疾的狀況 題目是 我們的腳底藏有超過一百種黴菌 請問腳的哪個部分 藏有最多種黴菌 A 腳指甲 B 腳指縫 C 腳跟 請揭曉 腳跟 腳跟 答案就是大家怎麼猜 都沒有猜到的腳跟 這個腳跟呢 其實它的黴菌有八十種 那麼腳指甲是六十種 那個腳指縫呢是四十種 所以我們的整個腳裡頭 有一百八十種的黴菌 但其實是 事實上 黴菌也不一定是一個 壞的東西 事實上有一些好的黴菌 還反而可以幫助我們的腳喔 腳腿水腫是造成 頻尿的問題之一 研究顯示做什麼動作 可以消除水腫呢 不對 B 弓箭 B 弓箭 B 弓箭 B 起 B 蹲下 對 不對 厲害 來 為什麼是墊腳尖呢 請說明 沒錯 正確的解答就是 A 墊腳尖 因為專家建議透過簡單的 腳跟落地墊腳尖的運動呢 除了可以鍛鍊你的小腿肌肉 而且也可以提高肌肉幫浦的作用 讓處於下半身的水分 可以更容易流回心臟 改善下肢水腫 還有相關懂頻尿的問題 黑兔子的眼睛是黑色的 灰兔子的眼睛是灰色的 請問白兔子的眼睛是什麼顏色 A 白色 B 紅色 C 透明的 請問 這是誰像 是否正確 實在這一關 居然是死的 真的 居然不是紅色 來 請說明 其實 因為他們的眼睛的顏色 跟他們的毛髮的顏色是一樣的 那通常黑色就會是黑色 灰色是灰色 但是白色的兔子呢 他的毛髮裡頭是沒有色素的 因此他的眼球是透明的 我們會看到的是紅色的原因 是他眼球裡頭的血絲 所以看起來才會是紅色的眼睛 題目是 請問日式料理中的海膽 吃的是海膽的什麼部位 A 金巢 B 膽囊 C 燒化蟹 是否正確 恭喜 謝謝 謝謝 海膽是刺雄同體的動物 所以的確選項是這個 A 金巢 那我們吃的那個部分呢 就是他的金巢 或者是軟巢 那如果是公的海膽呢 他的這個顏色色則 就會稍微淡一些 如果是雌的海膽呢 他的色則就會比較深一些 那通常呢 在他們產卵或者是產金子前呢 會養得比較肥美一點 要出題目是 知名健身房調查顯示 有七成的女性對於哪一種特質的男性 比較有好感 A 有腹肌的男性 B 微肉體型的男性 C 手臂寬厚的男性 這個有點好 來 請揭曉 恭喜大家 漂亮 來 為什麼請說明 沒錯 正確解答就是 B 微肉體型的男性 因為呢 有七十趴的女性是認為 比標準身材大概胖個十公斤的男生 會更吸引人 這個是根據 美國人類學家的教授指出 由於體型的關係 所以比較微肉一點的男生 他們會選擇穿寬鬆一點的褲子 那因為褲子比較寬鬆 因此呢他們的金子活動 就更活潑 可以提高生育率 再加上呢 女生覺得看到微肉體型的男生 會感覺他比較是一個 好爸爸的形象 拿一個朝代規定 請官員不准去酒館喝酒 去了就可能會被彈劾 A 漢朝 B 宋朝 C 明朝 請接腳 這也沒關係的 怎麼走 正確解答是 B 宋朝 在宋朝有一條規定就是 官員不得入酒寺 其實這還有一個小故事 就在宋真宗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大神叫魯宗道 那這個魯宗道 他宴請友人到酒館去喝酒 本來是偷偷輕裝減行的去 但是還是被知道了 結果宋真宗就叫他來跟他說 你不知道官員不能夠入酒寺嗎 這樣可是會被彈劾的 所以看得出來 宋朝規定非常嚴格 根據副比試台行 下列哪一個知名的職業球員 寫華人運動員的年薪王 年薪高達六億新台幣以上 A 陳偉儀 B 姚明 C 林書豪 來 請說明到底是哪個正確答案 正確解答是A 陳偉儀 不過其實小鐘哥相去不遠 因為姚明呢 他在2010年的年薪 是陳偉儀 他的年薪呢 是高達兩千萬美金 相當於是台幣六點二億 題目是 我們常用彈花一現來形容時間很短 那請問一般而言 彈花一次開花最多可以維持 多久才凋謝呢 選項是否正確 怎麼會是三百分鐘呢 來 請說明 因為彈花通常都是晚間開花 到了早上就會凋謝 通常它的開花時長呢 大約就是四到五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比起其他的花來說 相對來說是比較短一點的 所以大家都會形容 現在用初爾凡爾來形容一個人 言行前後矛盾反覆無常 最早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A 討價還價 B 有仇必報 C 路途艱辛 請揭曉 太可怕了 為什麼是有仇必報 來 請說明 其實這個出自於孟子的梁慧王下 那它的原文呢 是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那其實呢 它的代表就是說 你怎麼對我 我就怎麼對你 所以就是有仇必報的意思 根據英國購物行為研究機構調查 人們購物超過多久就會開始失控 亂買不去比價了呢 A 二十三分鐘 B 三十五分鐘 C 四十二分鐘 C 四十二分鐘 選項二十三分鐘 是否正確 好厲害喔 厲害 厲害 真的耶 所有人這個是有 分析得很好耶 非常厲害 對 因為我們一個節目四十分鐘 那就是主持人不能講超過二十分鐘 你真的讓我起雞腐皮耶 真的喔 我好感動喔 為什麼是二十三分鐘 請說明 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喔 其實我們在購物的時候呢 我們大腦的前額葉皮層 會幫助我們控制我們的情緒 盡量要想辦法撿便宜 但是呢 只要超過二十三分鐘之後呢 就會慢慢開始失效 所以你可能就開始失控亂買 所以也常常會因為這樣子 超過這個時間之後呢 就有一些人 他們會購買比他原先預期在更貴價格的東西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